过年期间您大鱼大肉吃腻了之后 这一道触碰豆芽给您清清口 结结腻 做触碰豆芽对豆芽的选择也很重要 选择这种短粗胖的 不要那种细长的 水分比较大的 口感也不好 咱们把豆芽放在清水当中 给它清洗一下 清洗的过程中要把豆皮要给它去掉 清洗好之后捞出来要给它水分沥干 炒之前一定要把水分给它控干一点 锅烧热咱们加入油 咱们炸点花椒油先 放点花椒粒 炸香之后咱把花椒粒给它打捞出来 做触碰豆芽 火候是关键 油烧热热的放入葱姜蒜 来给它爆香 放入豆芽 一定要旺火 烹入香醋 这样能够保持豆芽清脆的口感 开始调味 放入盐 有醋咱们就要放点糖 给它中和一下 豆芽断生之后咱们少放点味精 出锅之前再一次的烹入锅边醋 这样它的醋味呢挥发掉 醋香呢留在这个菜里 所以说这个菜的特点要烹两遍醋 出锅 装盘 清清爽爽 锅里呢没有汤汁 粗碰豆芽是一道旺火速成菜 所以说在配料当中尽量的不要加上一些不脆的这样的食材 炒这样的菜肴既要炒透可食用 又不能装盘以后出水 所以说考验每个人的火候的掌握的这种技能水平 关注我们明天见 今儿呢咱们来做一道特色的家常菜 带鱼烧腐竹 制作还简单 有汁有味 跟大家普及一下怎样挑选带鱼 像这样的蓝眼睛的带鱼呢是我们国产的 如果是黄眼睛的带鱼 就是飘洋过海过来的 另外啊在收拾带鱼的方式呢都不同 我个人呢就比较喜欢把这个银纸呢给它去掉 因为做出来菜呢不利落 而且腥味特别重 虽然呢它是一个好东西 带鱼呢收拾好之后 咱们来把这个带鱼的鱼头给它去掉 咱把带鱼呢切成段 再把带鱼段呢给它用清水呢给它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 把带鱼段的多余的水分呢给它吸干 咱呢放入少许的盐 给它抓拌均匀入个底味 做这个带鱼炖腐竹呢 这个腐竹呢不能用水来浸泡 因为浸泡的腐竹呢一烧腐竹就碎掉了 你看咱先把这个腐竹呢给它掰成段 再来把大白开心呢 给它撕成大块 这个油温呢升至六成热的时候 咱们来下入腐竹 这样呢腐竹呢迅速的膨胀 一会儿在咱们烧热的过程当中呢 便于吸收味道 炸的颜色呢不要太深 炸的这种深黄色就可以了 咱们给它捞出来 把油呢给它沥干 现在呢咱们来起锅烧油 因为在酒店里呢一般这个带鱼啊 都会过油炸 炸子定型 在家里呢不方便 过完油的这个油呢没法再用了 所以说呢用锅来煎 锅呢一定要热 咱现在呢把带鱼段开始下锅 下锅之后呢不要马上呢去翻动它 让它有一个定型的一个过程 一面呢给它完全的煎至定型 咱就翻过来呢煎至另一面 你看呢咱们把带鱼煎至两面金黄且定型呢 咱们少补充点猪油 猪油呢可以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 这个时候呢放入葱姜蒜 八角花椒还有干椒 在家里制作呢还特别方便 一锅成菜啊 咱不用把它煎完再剪出来 再来炝锅 炒出香味之后咱们来烹入料酒 咱们放三分之一勺的生抽 加入开水 水呢烧宽着点 下入炸好的腐竹段 再放入少许的盐 少许的白糖 咱们再放一点米醋 盖成锅盖呢转中小火烧至十分钟 腐竹一般是水发 今天我们是油发 那么油发的腐竹在这个菜当中更能体现一个软弹的口感 腐竹的吸味的能力非常强 它可以和任何的勤蓄肉和水产品来配合来烹制 十分钟呢时间到咱们来打开锅盖 这个时候呢咱们来把白菜下锅 一定要记住啊烧这个腐竹的时候呢汤汁呢要宽着点 因为这个腐竹呢特别吸汁吸味 白菜放里之后呢 稍稍一回软 咱就可以给它翻到下面 这样呢成熟的比较快 现在呢开始来收汁 这道家常菜呢咱也不用勾芡 出锅之前呢咱们来放点香菜提提味 关火出锅 椰栏好菜每日更新 为您的美味生活增采